DELTA已经蔓延到了屏东 现在县府还被质疑出现了隐匿个案 民众质疑县府当天明明就知道了 祖孙确诊但是却没有公布个案 当天还喊嘉宁怎么可以这么做 另外也抨击他们在防疫上 出现没有落实的状况 上市案14407 自称曾经跟秘鲁阿嬷在倒垃圾时相遇 只是在居家隔离期间 怎么还可以外出倒垃圾 但对子县府则诚心 两个人打招呼是在自家门口放垃圾 不是外出 至于有没有隐匿的情况 县府目前喊冤 这一对祖孙是台中市境外移入的居家检疫个案 中央没有通知屏东才会出现漏洞 DELTA印度变种病毒侵袭 但现在有民众怒批 县府疑似在隐匿确诊案例 民众在网路上爆料 他的父亲曾接触案14298 白牌车司机跟案14410 而日前他父亲曾透露 屏东已经有三例确诊 还确定源头就是秘鲁返国祖孙两 也高分被质疑 县府早知道有确诊 似乎试图隐瞒 原来秘鲁祖孙两 六号返台后 就在方山香娘家居家检疫 之后发烧送医筛检 14号证实确诊 但当天县长潘梦安 还在脸书宣布 屏东欢喜嘉宁 另外外界也抨击 防疫落实有问题 因为现在传出案14407 自称跟秘鲁阿嬷 在倒垃圾时相遇打招呼 只是居家隔离期间 怎能外出倒垃圾呢 秘鲁阿嬷在居家检疫期间 将垃圾放置于自家门口 做短暂的打个招呼 没有近距离的接触 县补澄清两人打招呼 是在门口放置垃圾时 并非所谓外出 至于民众所质疑的 隐匿确诊术 县补也喊冤 表示秘鲁祖孙两 是被中央列为台中市 境外一路的居家检疫个案 不会通知市屏东的案例 不只没有口水 只有汗水 那我们也不去甩钩 甚至批判 我们只把分内的事情做好 欲众欣传 潘梦安压力一肩扛 如今Delta印度变异株步步进逼 就判外界停止批评 防堵疫情 才是当务之急 记得苏世伟片封报导